1988年 李登輝遵循憲法宣誓就職為繼任總統 另一方面通往國民黨主席之路 卻是步步驚心 李登輝深知國民黨傳統政治運作 以黨領政 以黨領軍 只要掛上代理兩個字 恐怕難以一展報復 同年7月登場的國民黨十三權大會 變成了李登輝掌權的考驗關口 中央婦女工作會 指導會議 指導長 指導長 蔣夫人 立臨會場 現在 共請 夫人為我們講話 我原本是合作不太好 所以我成為這個 李登輝市長 各位同志 如今社會正受衝擊 黨所主席 表述全黨 其產生應根據黨戰為之 求心而非排救 守己而非乖章 法女必須嚴格遵守 暴亂即應依法且死自止 十三權會 十三權會 請就位 1994年 宋楚瑜選省長 李登輝 浮選站台 不遇余力 許多場合上 都可以看到 李宋年梯梯 正當宋楚瑜 身世 如日中天之際 卻傳出 李登輝要動審 兩人關係出現裂痕 國外會的共識中 並沒有會審的這個決策 總統在許多跟我談話的當中 從來沒有說中央要動審或者被審 鏡頭前極力澄清 絕無此事 但1995年12月20日 省府正式走向動審一途 宋楚瑜的省長稱呼 列入歷史名詞 宋楚瑜已經是面子到下部那台 所以才請辭待命 什麼叫請辭待命 他本來意思是他要辭職 你批不批 你不批 我不上班了 省長沒了 政治夢還在 2000年 宋楚瑜希望代表國民黨出征選總統 無奈未獲提名 眼見連戰蕭萬長的連銷配已成定局 宋楚瑜決定放手一搏 拖擋參選 以無黨籍身分 和林口長庚醫師張昭雄搭檔搶功大位 你看我做一個人有辦法 大聲公圍實在公園裡面都空空的 經驗也沒有的 地銷也有空的 不然就是我們出一個 夾手金 氣頭上哪有好話 李登輝接連公開批送 藍軍忙著分裂 反倒讓民進黨的陳水扁 魚翁得利 日後宋楚瑜成立親民黨 正式和國民黨說再見 也和李登輝形同末路 而另一位在政治路上 和李登輝漸行漸遠的還有他 馬英雄先生 你是島的人 你先跟我說一下 我是吃台灣米 喝台灣水 新台灣人 大家很好吃 絕對不是說我 我是本姓我姓 大家都是新台灣人 只有我們是人材 是青年 應該都選給他 拜託大家 來造極區 馬英雄 1998年台北市長一役 李登輝的這個問題 當時政壇傳出 顯示出對馬英九的不放心 但身為黨主席 面對黨內新一代政治明星 還是手拉著手 全力衝刺拉抬 只是沒想到2000年的這件事 馬英九傷了李登輝的心 原本是要平息眾怒 卻患來誕息 馬英九台上說的話 也讓官邸內的李登輝很在意 2000年的時候選總統王農 那個包圍總統管理職業 馬一採取這樣的態度 和立場的時候 他覺得他很傷心 我過去那麼支持你 到現在你來訪我了 你要叫我下台了 對不對 這個時候就已經結了 頓時間 李登輝千夫所指 頻頻被逼公 國民黨把敗選責任 歸咎在選前 氣憐飽貶之說 好 再見 再見 謝謝 謝謝 那時候 這個國民黨 親民黨 這個 輸了 叫黨主席去統選了 他們這些人 大家都不一樣 說是我挑針的 這是一項理由 所以我感覺 我現在國民黨裡面 實在說沒有辦法來 做一些 另外一個改革的方式 還有一項就是我下台 比較會自由 用自由的立場上 做事情比較容易來做 有這種的功能 我說是那條比較好 當中東也說 你做國民黨 主席繼續做的時候 他比較好做 2001年 國民黨大道一揮 砍了李登輝的黨籍 脫下國民黨 藍袍外衣之後 李登輝終於能夠 心口合一 不只要推動台灣本土化 政治上更要訴求台灣獨立 雖然不是台聯黨黨員 卻成了精神領袖 更被稱為台灣民主之父 這也讓他和陳水扁的關係 越拉越近 在這個2001年 阿扁當年出了一個新書 叫做《世紀首行》 裡面就有提到說 這個李登輝 是台灣的民主改革之父 他自稱自己是台灣之子 所以這就讓外界更確立他們 李扁關係 就是有點像父子關係的 一個形容詞 陳水扁上台後 想要大動作改革 讓李登輝頗有為辭 下台之後 更因為涉灘 以及國務記要費問題 扯出李登輝 扁李兩人反目成仇 李登輝這方面還有認為說 這個國務記要費的一些掀開 不堪的一些舊帳 都是陳水扁去告密的 所以等於說 父子倆從這邊 已經是形同撕破了 李扁鬧翻多年 直到陳水扁下台後 才到翠山莊探望李登輝 破冰之訪 到2008年馬英九上台之後 心中掛念著 2000年敗選之夜 逼宮舉動讓李登輝不悅 當選後立刻前往拜訪 執政八年打著尊禮牌 不過李登輝 李登輝相當不滿馬英九的九二共識 2014年九合一選舉 國民黨大敗 李登輝重炮普及 第一年無能啦 第二現在 沒辦法減少嘛 總共要樓台 樓台啊 應該樓台 相較於馬英九 李登輝對蔡英文明顯用心 莫英文 走走 一張樓 和蔡英文手拉手募款造勢 2011年 李登輝國安秘帳遭起訴 絲毫不影響幫蔡英文的助選力道 選前三天更是大動作登報 呼籲大家支持蔡英文 2012年選舉的時候 李登輝不是抱著她 說台灣搞合力啦 台灣交給你 民進黨人很高興 有鑑於陳水扁的案例 蔡英文和李登輝的關係 刻意保持著一點模糊距離的美感 2016年上任 蔡英文直到2018年9月份 才帶著藥膳雞湯 首度去探訪李登輝 從宋楚瑜 陳水扁 馬英九到蔡英文 李登輝都曾經力挺 也曾經鬧僵 但政壇上沒有永遠的敵人 也沒有永遠的朋友 李登輝政壇恩怨情仇 做了最佳詮釋